绝绿色恐怖 力挺基层里长 民进党利用自己定的反胜透法 实无前例地在全台压走上百位 到大陆旅游的里长 台中有45位里长 去年10月参加今夏之旅 四天三月花了7800元 没想到1月2号突然被警察带走 说他们涉嫌当共谍 违反反胜透法 这个真的是很标准的白色恐怖 警察来了之后不好意思麻烦你上车 然后说请问什么事 他就拿了一张 就是说要接受调查 我连交代都不行 只能请我强制上车 所以我赶快马上拍起来 然后跟区党讲说 我被压了我不知道谁压我 我说会不会回来我不知道 我直接就真的对他这样讲 真的是很可怕 离长崩溃炮轰 去今夏丸 7800元算是一般市场价 为何在他们帮候选人站台辅选之后 突然被抓去发办 让我有一点本失所疑 我只是在个路口就要被带走吗 这件事太可怕了 帮我当白痴一样再问 我们不是嫌疑犯人 我们涉嫌什么 我在个路口出来就做涉嫌 我们10月去的真的有问题 就麻烦你们 一个月后请我们来做调查 不是当我们上完台之后来做调查 这摆明了就是有关政治问题 曾经核实 附大陆旅游竟然变成随时会被抓的犯罪行轨 而网友炮轰这是用司法整肃老百姓吗 你干脆规定谁支持在业党通通抓起来就好了 其实就是背后就是在隐藏的 就是警告你们这些里长不要乱站台 我直接跟警察这样回答 所以我只要站台就违法 那以后你们去玩 只要有去玩到任何一个会团的 回来帮任何人造事是不是都是违法 结果他笔录也不敢给我写 对方共産的国家 是真专专 轻轻有他轻轻有一个理由 就把你抓在里面的关系 我看起来啦 我们这边也差不上这啦 网友更知己高端不办 民进党在大陆赚钱不办 搞大陆小三的律委不办 偏偏狂扮去大陆旅游的兰营里长 这跟独裁有什么两样 那是整个的人民活在被恐吓当中 很简单 去了大陆回来就是毁敌 那我们的毁敌何其多啊 这些政治人物站出来勇敢一点好不好 不要那么闹嘛 然后人民用你的选票 推翻这个不义 恐恶人民的政权 民进党指控大陆戒选 但看检警对百姓的所作所为 谁用卑鄙手段进入选举 百姓心中自有答案 记者 华文君 徐国豪 S群小组 台中报导